原标题 宋红兵 日本当年能战胜中国 原因是半个世纪前做对了这件事 文宋红兵十九世纪 西方列强用炮舰政策 先后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 两国也几乎同时开始 变法运动 但最终日本的明智维新取得了成功 日本成为现代工业强国 而中国的洋物运动 却遭到了彻底失败 最终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为什么周日在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距 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解释 我觉得两国最根本的差别在于 日本早在明智维新之初 就意识到了金融在国家变法突强战略中的最高地位 他们以金融手段完成了政治统一 以统一货币整合了全国市场 以现代银行推动了工业崛起 以中央银行确保了经济独立 今天我们就从金融的视角来谈谈日本的明智维新 一金融手段完成政治统一 1868年明智维新开始之后 日本国内形成了以常州 萨摩、肥前、辅佐四番 为何新的明智寡头势力集团 把持了政府大权 但日本国内仍然存在着 三百多个封建割居的小诸侯 如何削除藩阵 建立中央集权呢 明智寡头们没有过度依赖军事征服的传统手段 而是主要使用利益诱惑的金融方式来推行费藩制线 有点类似宋太祖当年的杯酒士兵权 具体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出钱 把藩王诸侯和他们的武士们全部养起来 诸侯们一算账 非常合算 以前他们每年的明义收入为十万十大米 费藩制线之后 政府每年给他们五万十的奉入 这个待遇很优厚 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 粮食收成倾天由命 如果发生战争 花费更加惊人 而且他们的收入还得供养武士的生活 十万大米经常若不付出 现在好了 国家将武士们养起来了 卸掉了诸侯们的一大负担 五万三大米是汉澳岛收的净收入 所以费藩制线的中央集权推进的十分顺利 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惊叹 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 日本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 不过这样一来 国家就得养活二百多万 八旗子弟几乎消耗了中央财政的三分之一 国家没法运转了 怎么办 明智垮头又想出一个绝招叫金鹿公债 简单的说 就是买断公邻 诸侯奉路高的 一次性支付六到七年的总收入 利息为百分之五 奉路低的 一次性支付十到十二年的总收入 利息更高些 不过 国家并不是付现金 而是支付债券 这就是金鹿公债 未来政府每年只付利息 财政负担大幅减轻 那本金怎么办 三十年后再付轻 这一招实在是比清朝雍正 也逼着官员归还国库欠款 赶着八旗子弟去种地高明的太多了 但是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中央财政未来怎么还钱呢 当然是靠经济发展 同时政府允许诸侯们拿金鹿 公债入股银行 注意 这在当年是一个重大的金融创新 公债直接当前使用 这是1861年到1864年 美国南北内战时期 林肯总统的首创 由于战争经费短缺 他把美国国债投入了货币流通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肯律币 明智为新离美国南北内战 结束不过区区四年时间 日本就学到了金融创新的精华 日本诸侯们的财商也是非同小可 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 转化为银行资本 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 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 金鹿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 日本国家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 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也无所长 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 他们的金鹿公债被商人们大量骗走 最终成为无家可归的武士浪人 其中不少人跑到了中国来讨生活 电视连续聚货元甲里面的日本浪人武艺高强 他们就是在金鹿公债的改革大潮中被牺牲掉的失败 货元甲二统一货币整个全国市场明智为秦 刚开始时日本市场上贡有11种金币 7种银币 6种铜钱 各个诸侯还发行五花八门的纸币 简直就是一个货币的战国时代 新政府一开始认为应该实行银本位 本来银子在日本就是主要流通货币 所以宣布在通商口岸 接受墨西哥银元位支付手段 此时远在美国考察银行制度 这一腾伯文确立着金本位 与欧美主流货币本位靠拢 大家本来对这个问题就稀里糊涂 既然一腾伯文正在美国考察银行业 势必代表着西方最新的思想 因此大伙很容易就统一了金本位的思想 一腾伯文日本同时进行了费量改元 以后的日本货币被称为日元 注意 日本统一货币的时间比中国早了六十多年 清朝从来就没有实现统一货币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 民国政府才实现了法币的全国统一 为什么统一货币如此重要 就 是因为商业效率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停警之一 货币混杂则交易不差 同时 货币割据也容易造成市场碎片化 日本国内市场本来就很狭小 不统一货币 就难以整合经济资源来发展工业 当然 日元虽然确立了金本位制度 但日本严重缺乏黄金 主要流通货币仍然是白银 1871年日本推行的费量改元 就是允许银行以75%的白银 被抵押发行钞票 日本人终于发现了现代银行空手套白狼的秘密 直到1897年 日元名义上是金本位 实际上却是建立在白银的基础上 当大清甲武战败后 中国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赔款 这笔钱是从英格兰银行以英镑的形式 付给了日本银行在伦敦的分行 英国人扣除53%的对日战争借款和军火购买之后 日本把剩余的钱购买了英国国债和黄金 然后分批运回日本 成为日元金本位的家底 那么接下来 日本有是如何建立现代银行推动工业崛起 建立中央银行确保经济独立的呢 本文节选自最近一期前流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收看完整视频 新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及时联系我们 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